但是健保在整個給付的過程當中 顯然因為他是用普通的通力來做 所以對很多東西來講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我倒覺得這不是現在最急迫的問題 當我的這個等於說岳母去開刀的時候 我看到很奇怪 現在不是說一床難求嗎 可是健保病床裡面 普通病床的三個病床 中間有一個是空的我就很訝異 我到附近去看一下 每個中間都是空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衣附人員不足 因為衣附人員不足 所以他沒有辦法照顧 然後後來我自己住院了以後 因為眼睛塑膜玻璃 住院開刀的時候 有些富士他會跟我訴苦 就是說他忙到 那時候已經大概快要接近10點11點 他忙到晚餐都沒時間吃 所以這些問題應該是迫切 趕快去解決這些所謂血汗醫療的問題 然後在待遇的薪制的部分 合理化的問題 還有我們偏鄉地區這些現缺的問題 臺灣現在還有鄉鎮 連一個醫生都沒有 你可以想像嗎 這些問題你應該也去病案去考量 這個既然有問題 我覺得我不贊成楊志良所說的 楊志良不是神 不是他所說的 我們都必須要贊成 所以呢 網友質疑的沒有錯 包括我們的來賓其實也沒有錯 當你自己是衛生署長的時候 你做了哪些事情嗎 你做了很多事情 也是被有爭議性的嘛 所以這個問題 既然大家有爭議 我覺得暫緩實施 讓新政府成立了以後 讓所有的人 大家可以經過一個討論 而不是你決定怎麼樣 我不客氣說嘛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根本就是馬政府跟人民老百姓搶錢嘛 搶太多了以後 又再選前說 因為我收太多 我搶太多了 所以呢 我就減少一點 還有人以為是德政 還有國民黨的立委 把他當作是自己的政績 所以不對的 你就應該要改 然後有爭議的 你就暫時要放 你不要一意孤行 這樣一路以錢 我現在覺得 我們現在健保單位 什麼都是用錢在看 而不是真正的用在照顧人民的 那個人心在看 好 馬總統暴衝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看新新聞 在明天即將出刊 特別看就是登了這麼一篇 看守馬力抗美壓力 很將小英依居 最主要在講說 他的這個護經濟海運 縮縮了新總統 配合美國南海機 反中的佈局 那麼在裡面 其實這個報導裡面 特別談到了美國的立場 就是跛腳馬幫習大大 賞了歐巴馬一個耳光 但太平島 其實踩到了美國的南海紅線 把這個麻煩留給了小英 美國呢 現在就怎麼形容呢 包道格 其實也是這個 所謂的馬猶猶 但他也都生氣了 說馬英九此舉 是用棍子插進了 美國騎著的單車輪圈裡面 完全卡住了這個美國即將要來進行的 這個南海的談判 我們來看到他說 臺灣應該爭取的是參與南海爭端的協商 而不是挑起爭議 而且這樣做 可能會打擊小英的新南向政策 所以在這裡 很多人就說 馬總統是不是可以不要再爆衝了 可不可以先下臺呢 我們來看到黃國昌所提的 是不是要來審查 就是說這個總統副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案 裡面就是把這個所謂的交接日來縮短 以提供民主先進國家 總統或總理職務交接的一個情況 那麼第九條在裡面看到的是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正式公告 總統副總統當選人之日起 除立法院以通過之法律 預算及政府經常性支出之外 凡新任總統當選人認定之未執行 爭議性的政策命令 還有國際條約 特別預算都應該凍結 也就在這裡告訴馬總統說 你有一點over了 對 這個都好 包道閣是美國前在台協會的 台北辦事處的處長 他一般來講算是在信任之後 對馬英九是非常友善的 所以我們一般把它歸類於馬猶有 他做這個比喻就絕了 他說馬英九登太平島這一舉 就好像把棍子插進了人家 正在騎腳踏車的輪圈裡面 好了 這麼一插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就那騎腳踏車一定摔得鼻青臉腫 那所以美國在台協會 這個梅建華處長 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在台協會說什麼 他說那時候馬英九還沒有去登太平島 他說如果馬英九總統要堅持登太平島的話 接下來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這句話什麼意思 如果你回想 過去這幾年馬英九總統常常講說 在他任內 是台美關係 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刻 最好笑的一刻 你現在從報告格也好 從梅建華也好 甚至於在登太平島這件事情 你還看到了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 在白宮記者會 在國務院記者會裡面是公開發言 表達對馬英九總統這個事件的失望 那我們講的這些都是美國的反應 如果你再回過來看歐盟 歐盟在台灣也有個代表 前不久他在歐盟的代表 他在台灣 來台灣之後 前一陣子他公開跟台灣的記者 有一個查序 在查序裡面 那個也有我們的記者 我們台灣的記者就問這個歐盟的代表說 他怎麼去看馬英九總統登太平島的事情 因為歐盟距離南海應該還算蠻遠的 歐盟這位代表就說 他很謹慎 他說他那時候去賽場的行動 他是思考了一下自治斟酌 講了幾個事情 任何人這個時候不要導彈 他說不用導彈這件事情 那你再回過來看就是說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發動太平島的事情 其實從去年十一月到現在 也就是說菲律佩政府在跟中國打 這個黃岩島的那個國際法庭的那個訴訟裡面 那件事情有沒有急迫到 急迫到這個時候要去做這個處理 那因為馬總統不會告訴我們進一步的資訊 你無從判斷起 但是對美國來講 對於歐盟來講 他們應該有相關資訊 你說你從歐盟跟美國的反應裡面 如果說美國跟中國大陸在南海上有利益的衝突 那歐盟他理論上應該沒有那麼嚴重的衝突 為什麼歐盟的代表 他也會對馬總統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有那樣子很 不是一個正面的一個反應 所以你從這裡面就可以知道說 馬總統在做這件事情 他一直扣著一個就是維護主權 你知道維護主權那個帽子一端出來之後 你很難 你很難去講他什麼 因為沒有人會希望你自己的主權太平島受到侵犯 所以就變得很難講 然後再加上資訊資訊不公民不扣民 那我跟您講的說 因為你們不知道內情 實在我們真的不知道內情 因為這個內情涉及到國家擊滅的時候 他就不對外公開了 你無從判斷起說 他這個時候這個事情是對是錯 那是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說了一切在520之後 由蔡英文承接 那蔡英文怎麼辦 前面扣了一個大帽子在那裡 所以南海的形勢會緊張 可以理解 越南也好 菲律賓好 馬來西亞 印尼 包括中國大陸 其實動作最積極的是中國大陸 如果兩岸熱線是有效的 馬總統你敢告訴對岸說 其實南海的事情是把 把南海全部都攪混了 讓他變得更充滿了火藥味 如果兩岸熱線是有效的 難道不是應該做這個事情嗎 因為在所有的南海諸國裡面 以臺灣最配合美國 從陳水扁到馬英九 先前跟太平洋之前 那我們所有的配合的目的 就有一件事情 我們希望爭取到國際發聲 或者是美國的支持 那如果以馬總統過於常常講的 臺北跟白宮之間 臺北跟華盛頓之間 是如此的順暢 難道除了直接登島之外 在美國反對下登島之外 你已經沒有其他的方法嗎 這個是非常吊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在這篇報導當中也寫了 美國協制已經派人去遼國 進行協商 也派人到了北京了 結果沒想到馬英九自己暴衝 那馬總統到底在想什麼 有人就說這是他自己寫好的歷史定位 甚至認為說他在幫 甚至有人懷疑他在幫習近平出手 但是我實在是不願意這樣子想 就是說我在想說中華民國的總統 要去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 可是結果看起來是這樣啊 只有中國很肯定啊 其他各國通通跳起來 吃我們豆腐啦 那個真的是 也是馬英九創造了一個機會 讓人壓吃東西 就完全是那個中轉 就好 完全看不到馬總統的配套 說是什麼 豆腐是自己買的 你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中華中轉又是怎麼回事 中轉基本的態度 一個國家人家進來了 你說你陸委會跟海基會 你們都不知道是當天被告知 我們的海關人員 我們航空人員 還去那邊送東西 那就很奇怪啊 不就明明告訴我們說 這個私底下我們都弄好了 那就由你們航空公司 因為你們航空公司得利責 那你們就去接待 對不對 那事實上是什麼 我們會懷疑說 當初你跟習近平私下見面的時候 沒有公開的部分是什麼 為什麼你要登太平島 為什麼你要讓他中轉 中轉兩次協商 就是王下會的時候 兩次為什麼沒有答應 因為他要求我們開放這個中線 優化他們航線航空 對不對 那這些是我們當初不願意 讓這個中轉通過的原因 那現在已經過來了 這樣子過了之後 是不是要比照辦理說以後中轉的人是三十六小時 免簽證還是七十二小時免簽證 你國民黨執政者 你的態度都完全沒有出來 對 那你還告訴我們說 你們兩個都不知道 結果兩個都不知道 人家就已經明明進來 你還去接人家 對 那個原因是什麼 對 就是你騙我們的原因是什麼 一定有一個主要的目的 對 而且新新聞爆料說 其實美國方面不可能沒有告知 馬政府就是他已經在全面的進行一個協商 做上過程中是要降低南海的爭議 然後引發這個戰爭的可能性 結果馬總統暴衝 就挑選了這個爭端之後 會增加尖銳性 跟未來的危險性 太平島我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說美方 他當然基於自身國家的立場 他必須有所表達 包括AIT一連傳 那在馬總統登了太平島之後回來 那美方派軍艦去中葉島 他們後來五角大廈發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他通過隱含 那個聲明其實就承認 臺灣越南還有大陸的 審索權 那某種程度是對於臺灣說 在於南海這邊的主權某種程度 是做個確認 我覺得外交有他的 就是說當然你要採取一個路線 過去滿有對美的路線 就是Lowkey no Sprite 就是低調 那不要有意外 那這邊他去衝撞了 是不是對於我們的主權有所減損 這一部分 我覺得是沒有 那當然說他這個時間 為什麼去做這個動作 有他的國安跟國安跟外交的評估 管會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做任何報告 他沒有去做評估說這時候要去 那才會去 馬英九才會去 我說那這個報告顯示的是什麼呢 我就說 就是直接跟美國對抗就是了 也不是對抗 就是說我們在南海的區域緊張局勢 因為現在菲律賓他跟那個海牙的那一個 那一個國際仲裁 那一個本來他就有一個附帶 把太平島的那個那個島嶼降為 岩礁的附帶附帶的決議夾進去 所以這邊如果六月海牙的判決出來 對我們是不利的時候 這部分選擇 我覺得美國他五角大廈 這個聲明對我們相對是有利的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對我們來講說 如果這部分有時候外交 有時候當然去衝撞 是不是一定是就是失奔 我覺得不用那麼 明顯中課中轉這件事情符合你長期在政治圈採訪的邏輯 我覺得這邊有點混亂 我就說陸課中轉現在是四點 如果現在我就說 如果前提作業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我覺得不用不用那麼急於這時候上路了 我就可以暫緩一下是好事 因為如果這部分 當然兩岸之間 當然你有時候是四點也是可以 譬如說像過去兩岸之行之前 像蔡英文那時候在在從小三 到後來 四點也是雙方講好 可是他不是講好他就來了 然後你就硬要讓他上路 我就可以拒絕 我就可以拒絕 該拒絕可以拒絕 所以馬政府沒有任何的反應 這符合常理嗎 把他當偷渡客嫌犯的意思 沒有我覺得這份一定要溝通好 就是說你四點進來 旅客到哪裡 就是說你 因為之前我 我知道的結果是有協商過 那包括他們開放 包括成都不知道 這不太 不合常理 不合常理 他就是對外公布說他不知道 對 另外還有一個不合常理的部分 就是民團反中資入主中信金 我們來看看這個中國金融的顯況 二零一三年中國中信旗下的信銀國際 這個中信跟臺灣的中信不是同一家 這個對香港媒體就抽廣告 用打擊言論自由 在中信證券與中信有限去年 股災期間 他們在中國涉嫌非常嚴重的內信交易 所以換句話講 從他們的母公司這一條線 大家看一下 到孫公司都有爭議 所以賴中強就說 這位律師表示 這個新郎的孫子是扼殺言論自由的殺人犯 這個新郎的媽媽跟兄弟是內線僵業的強盜犯 結果我們要這樣的殺人犯跟強盜犯的親戚 來到臺灣經營金融業嗎 金管會的回答居然是這樣 說中資參股五趴內是合法的 所以是不是應該遵循一下國安單位的意見 是不是不應該在新政府上任之前來片面的貨航呢 而投審會的審查 居然可能就是今天 大家有沒有聽說這個消息呢 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他所謂的媽媽呀 所謂的兄弟呀 中國中信集團下面 中國中信有限公司就涉及內線交易 然後旗下的中信銀行 中信證券不但是涉及內線交易 而且去年六月投資臺灣中信金 有三點八趴的股權 然後接下來中信金融國際控股 還有一個中國銀行國際 這就是對香港控制言論自由的 超廣告行為的一家 這個中國銀行國際公司 我們再來往下看一下 好 如果說真的進臺灣的話 他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 第一個就是透過控制廣告預算 影響新聞自由 第二個就是消費者的個資 可能會不當使用的風險 第三個會介入銀行貸款審查 這不是太恐怖了一點嗎 賴律師 這家公司其實是整個中國中信集團 他不是一般的商業公司 我們可以說 他是中國的國家戰略企業 而且現實上是中國太子黨的大本營 我們來算一下 其實中國中信集團是鄧小平 在一九七九年親自批准設立的 第一任董事長是榮毅人 中國國家副主席 紅色資本家 那當時的總黨主書記 就是他們這種官方企業都有黨主書記 熊向輝是中共調查部的副部長 以及統戰部的副部長 那之後的每一任董事長都是中共的高官 包括接替榮毅人的是魏明一 是當時的電子工業部副部長 然後王軍是太子黨的代表 他的爸爸是王政 也是中共的開國上將 再來的董事長 孔丹也是太子黨的成員 他的父親是中共調查部部長 母親許民是周恩來的秘書 在一任的董事長 就是現在的常振民 是中共十八大的黨代表 所以他其實根本是一個 黨政軍色彩非常明顯的企業 我們要讓這樣的太子黨的代表 來臺灣經營臺灣的 臺灣的這個金融業嗎 不要忘了中信金整個關係企業 一年的廣告預算是二十九億 OK 是二十九億 這個比買下單一媒體更嚴重 中信金本身底下也是有媒體 他們的家族卸誘 是是是 那更何況他的過去的紀錄非常不好 他的那個孫公司 中信銀的孫公司 就是在香港抽廣告 對AM730抽廣告 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 現在中國對臺灣他不需要什麼 兩顆子彈 兩顆飛彈 不需要他撒銀彈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紫光來買我們的東西 這個還是你看得到目標比較大的 對不對 然後看到的是有些 我們懷疑它是中資 可是問題是你沒有證據證明它是中資 可是我非常的懷疑 我們今天就看見你了